前面讲到 菩萨 每一位菩萨 无边形海 无量无边的 行门无量无边的 这个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 我们从早晨起来到晚上 齐心动念 言语造作 你要是用笔记记下了多少条 这叫行海 菩萨拿起来 不出十善业 十善业就是父 十卧业就是母 心外求乏就是外道 这么一回事情 所以真正 其如境界 不要多 稍稍水裂 就下得 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众生跟自己一体 破坏别人就是破坏自己 报复别人就是报复自己 我常常比喻 牙齿咬了舌头 这是我自己的思绪 我咬过好多次 舌头都咬出血出来了 那舌头对牙齿要不要报复 深仇大恨 那把牙齿完全打垮掉 吃掉了 舌头干不干这个事情 不干了 要留学也就算了 为什么呢 不干这个事情 也提了 谢谢观看